Busley 然后Jongko Fandem 然后谁 后Jongko Fandem 谁是接下来的 谁 1969年 当肌肉男阿诺德施瓦辛格携带影片《大力神》 在纽约进军电影界的同时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 一位名叫杨斯的年轻中国健美运动员 也正在进军香港电影圈 杨斯后来更名为Busley Young 他原是一位健美冠军 但东方野兽杨斯 最出名的并不是他的健美资历 而是以其标志性的电影角色而闻名 他在武侠电影《龙争虎斗》和《血点》中饰演反派 对手分别是大名鼎鼎的李小龙和上格运顿 杨斯是香港电影中最知名的反派之一 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塑造 成一个邪恶的肌肉狂徒 在摧毁对手之前 他会摔断脖子压碎头骨并跳着他著名的胸肌舞 巨大的胸部肌肉配上发达的公二头肌 是他成功的秘诀 虽然他的声音粗雅地听起来像是死亡威胁 但杨斯实际上还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武术家 杂技演员和举重运动员 杨斯1946年7月3日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广州 他是一个商人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的父母很快就看出他对武术的兴趣 在他10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让他进了武术班 他得以有机会跟随各种功夫大师学习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杨斯开始学习各种风格 喜欢太极和永春 他后来也在李小龙的指导下学习节全道 杨斯将这种武术训练与杂技 和对健美的热爱相结合 使他养成了柔软 有力和极有气势的体格 在1960年代初期 杨斯来到了香港 他很快就在香港 开始了他作为体育教练的新生活 到1960年代末 杨斯不断增长的体格 和他作为香港健美教练受人尊敬的地位 开始让他在邵氏电影制片厂担任多个角色 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 他出演了一系列电影 如英雄联盟 致命二人组和愤怒的客人 在这些电影中 杨斯总是被塑造成反派 通常是体格魁梧的野蛮人 习惯于用瞪眼交流 就像一个邪恶的肌肉怪兽 在拍摄这些电影的过程中 杨斯继续发展他作为健美运动员的资格 并于1970年首次赢得香港先生 他那巨大的胸肌 怪物般的斜方肌和粗壮的手臂 使杨斯的体格看起来这么好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身材比例非常好 人称外号中国大力士 他曾在1970年到1980年期间 包揽了香港先生的健美冠军 1970年 杨斯与李小龙开始为温斯顿相烟 拍摄了商业广告 比李小龙在大老板中的突破性角色 还早了一年 当时 由于功夫电影在香港的流行 李小龙也开始在电影界走红 杨斯说 因为我是香港先生 那时我很出名 这就是李小龙认识我的方式 很快 两人一拍即合 成为了好朋友 杨斯与李小龙的友谊 使他成为著名武术家李小龙的学生 他非常喜欢李小龙的武术哲学 并尝试各种风格 设计没有用的东西 他巨大的体格加上他的热情吸引了李小龙 很快他就被邀请参演他的电影《龙争虎斗》 这是李小龙最具标志性的电影之一 虽然这部电影在李小龙去世一个月后上映 但票房大获成功 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香港武侠片之一 杨斯在这部电影中的决策叫做《巴勒云》 正是这部电影的巨大成功导致了他的更名 《巴勒云》出现在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 在韩先生的要求下 他粉碎了四名警卫 在《龙争虎斗》之后 杨斯继续在70年代和80年代 出演数百部香港武侠电影 但许多影片质量极差 让他一直默默无闻 他开始将眼光转向导演 直到1988年他出演电影《血点》 杨斯才声名确起 当时他与尚格云顿一起工作 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这部电影让他在票房上也非常成功 也使尚格云顿在主流电影中展露头角 后来尚格云顿邀请杨斯与他合作 拍摄了以东亚为背景 由谢尔登来蒂奇掌舵的电影《双重冲击》 尚格云顿和杨斯在电影荧幕上的化学反应非常成功 以至于两人后来在《叠影威龙》中再次合作 随后杨斯的更多热门影片包括《胡爪》和《钢铁之心》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杨斯实现了他成为荧幕英雄的野心 在《终极战将》和《终极战将2》中 一号人的身份出现在电影中 不过在杨斯的心中 李小龙是最特别的存在 在多个访谈中 杨斯都聊到李小龙 甚至在巨星《尚格云顿》面前说 李小龙是个很聪明的人 没人能打得过李小龙 后来陈慧敏还透露 杨斯这个大块头掰手腕居然输给李小龙 这让很多人想不到 杨斯后来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对李小龙的功夫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 杨斯也说 李小龙不仅是他的好友 更是他的恩师 李小龙曾经还很耐心地传授 给杨斯许多实用的武术技巧 正是李小龙的悉心教导 杨斯的武术功敌猛进 武打动作逐渐凌厉快速 杨斯对李小龙印象最深的地方 李小龙曾经开着奔驰车 蹲在沙尘滚滚的地方和他玩过扑克牌 杨斯还见过 大老板站着 而李小龙却坐着的画面 杨斯说 他开着奔驰车 可以蹲在沙尘滚滚的地方和小公玩扑克牌 但是对着大老板 他坐着 老板却是站着 杨斯对此很感慨 他认为李小龙对朋友很和蔼可亲 但他却不畏权贵 气节不凡 是自己望尘莫及的存在 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李小龙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走在一条 只能由一个人通过的小巷里面 这时前后各有一个手持砍刀的人加击你 你应该如何应付 杨斯先生讲大概在十几年前 当时在新闻会上 有位非常出名的气功大师 严心与他坐在一起 当时杨斯先生为了试探严心的水平高低 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说了 但是他想了一会回答说 不知道该如何去办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只有李小龙自己能够做到 就是用对手四倍的速度去攻击前面的一个人 然后再反回身来攻击后面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将前后两个敌人击败 如今已是70岁高龄的杨斯 现在仍保持健身训练 当然还有当年李小龙恩师教授的功夫 当年一师一友的李小龙 让杨斯发生全新改变的不仅是功夫造诣上 更有在位人气节 精神境界上 杨斯一直以来对李小龙的尊敬和感恩 就在于李小龙的武品和人品 今年杨斯已经快75岁了 但身体健硕 动作灵活 完全不像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 目前 他住在洛杉矶的蒙特里公园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